各位所有的投資好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5月30號現在是下午的3點41分 上一次呢大概在前兩個上個禮拜 那時候跟各位談到 談到什麼因為疫情的一個因素所以 網路節目愛想老師會斟酌會比較少錄一些 那如果說你需要每天鎖定阿翔老師的一個分析的話 你就去看阿翔老師的這個廣播電台的節目 因為廣播電台是我們自己在室內 個人空間就可以錄的 所以呢這個比較不怕有疫情的一個影響 那今天也特別抽空 回來這個網路節目再跟大家分享一些重點 那廣播節目的部分呢 如果真的喜歡阿翔老師 你就上我們的華信投顧的官方網站 找到曾志祥曾老師的一個 這個 那個分頁 分頁裡面就有我的每天的重播的節目 廣播節目如果是下午的話就是F104.1 震聲廣播電台 每天下午的四點到四點半 好前面講完之後呢 這個哪些產業不怕跌這個是上次 在網路節目上面有跟各位分享的 志祖阿 中壘阿 漢翔阿 龍鋼阿 等一下我們會來談一些重點 今天的節目重點我們會分成兩個區塊 兩個區塊 第一個談的是什麼 談的是反彈你要留意什麼樣的方向跟個股 這個如果你有聽網路這個廣播節目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等一下我再 這是第一個部分 然後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現在市場上有人在看就是說 有些外資機構說 美國9月暫停升息 的可能性是大增的 好 等一下我們會分析這兩個區塊 第一個美國9月暫停升息的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 反彈 短線你要留意什麼的方向 這兩個重點 好 那我們先來 複習一次 上一次跟各位說的哪些股票 的產業 哪些股票 確定成長的產業他不怕跌 字憶中壘和翔龍鋼 這是上次有特別談到的 我們來看3596的字憶 不怕跌 跌下來之後很快上去 不怕跌 這種股票就是不怕跌 因為畢竟本身的業績成長性是夠的 喔 中壘 也慢慢的爬回到所有均線之上 好 那龍鋼呢 龍鋼最近就是 緩步了墊高然後就陷入整理量輸 近期的重點資金重點不在龍鋼身上 因為電子股在反彈嘛 整理沒什麼事情 趨勢沒有變 2634的漢翔 這個航太的一個全球解封秀位的概念股東鋼跟航太的這個漢翔 這也沒什麼事情看 不怕跌 就是完全不怕跌 好 我們先複習這個區塊之後呢 我們再往下看 各位收看好朋友 我們接下來要來談就是說 九月到底有沒有可能暫停升息 你先記得幾個日子 來 六月 接下來兩次升息的時間點 六月中下旬跟七月 六月七月然後八月沒有開會 九月 九月還要再開會一次 然後十月沒有開會 廢的 連準會 11月12月 還有各一次 就是說今年的會議還有 這個 六七九 1112 五次的會議 六七九 1112 如果每一次都兩碼的話就是10碼 10碼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前面已經升3碼 就13碼 但是這已經超過預期 所以不合理 一般來說今年升息有預估7碼的 也有預估11碼的 7到11碼的range 那在全年升息7到11碼扣掉前面的3碼 所以就是 4到8碼 剩下還有4到8碼的可能性 那如果是4碼的話就是6月7月各兩碼 9月9月不升息1112不升息就是剩下4碼 機率來說 不能抽完全沒有 但是比較低一些 那我們來看就是9月暫停升息 假設是9月暫停升息 11月12月或者是12月 在升息 2碼 那這個就是等於是6碼 就很符合 或者是剩下 8碼的空間就是 6、7 11、12 剛好8碼 全年11碼 你聽懂那個意思嗎 好那為什麼現在會傳出這樣子的聲音 為什麼9月暫停升息 的可能性是增加的 為什麼開始會有這樣子的聲音出現 因為其實到今年年終之後 接近年底的時間 美國又有一次的期中選舉 所以為了選舉而暫停 去停止升息 這個可能性的確是有的 這個可能性的確是有的 投資朋友你要記得這個重點 然後呢 但是呢我們要去預估要去看說為什麼他有這個條件 那我們這大家都知道升息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升息跟說表的主要用意 是在抑制通膨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要來看 如果在9月以前 相關的原物料以及相關的通膨的 價格有被抑制的話 9月的確就不需要去做升息 的確就有這樣子的考量存在 所以我們先來看油價 這是最近 這一段時間 這個是 2022年的 這段時間 2月開始 的油價走勢 你會發現 他其實是在一個高檔震盪的一個狀況 高檔震盪的狀況 他沒有效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看 像先前升息了兩次 第一次印 5月份再升息兩碼 還沒有去有效的抑制油價 所以油價的部分還沒有抑制到 但是我們再往下看 最近的銅價 最近的銅價反而是有下來 你看先前見到最高 那時候就是那個什麼 見到最高在 2月底的時間 3月初的時候見到最高 見到最高之後 今年的最高 之後又震盪一下 又開始迅速拉回 這一段拉回的幅度大約是 7到10個百萬元左右 7到10個百萬元左右 那這一段的拉回其實是過去 這個 在一年多以來 比較大幅度的一次拉回 你看他中間下跌的段 都是急跌而且跳空往下 急跌 所以這樣其實你也可以看到 如果單純就技術面的一個角度來說 原物料的多頭行情有可能因為 單純就技術面的一個角度 這一波已經開始被破壞 但是如果大環境的影響那背後就是什麼 因為升息的效果開始慢慢浮現 又或者是你也可以講說漲太高了之後需求的下滑 也有這樣子的可能性 所以它是兩個狀況 但是如果說我們就這個角度來談的話 它有力的方向就會變成落到了什麼 落到了散熱 落到了連接器 落到了PCB 連接器的部分你可以注意車用或者是 Type-C的一個部分因為畢竟蘋果也開始採用Type-C了 散熱就像是什麼雙喉 那PCB的部分你要注意是中下游 包含像什麼滑通 那當然ABF是一直外資一直在炒作的所以 這個談上來你像今天這兩天又開始說 上海或者是一些 大陸的一個城市 像昆山 開始復工 強迫開始6月1號要開始復工 所以又有這個利基點 但是呢我還是認為 ABF 這些外資很壞 很壞 當然跌身會反彈 但是他們的估值我認為都還是太高 你可以搶跌身反彈 邏輯上是這樣 散熱連接器PCB跌身反彈 都很合理 再加上 這邊我們要特別講PCB的部分你要針對是下游 像剛剛談到的什麼 景碩南電星星這種ABF或者是像什麼 這個滑通等等 那你衝上游的銅波機板或者是更上游的銅箔那個是受害的 銅箔是受害的 這一點要分清楚 這要分清楚 那當然連接器跟散熱 主要的成本 基本上佔了快三成以上 都是來自於銅 來自於銅 所以 銅價最近期的這一段下跌 其實對他們的成本壓力是有下降 成本壓力是有下降的 這是好事情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去做出發 這些其實你可以留意它的一個反彈的空間 散熱連接器跟PCB配合這一波大盤的反攻 好那當然我們剛剛前面談的是 是針對台股的部分再拉回來 拉回來什麼 拉回來我們前面要講的 美國9月份到底FED聯準會有沒有可能暫停升息 那個月份有沒有可能 有 雖然油價目前在高檔震盪 但是呢你看國際的銅價最近其實已經有開始受到 升息跟輸票的影響開始有什麼效法 然後我們再來看 涅價的部分先前因為俄烏戰士的一個影響 衝到歷史誇張的一個高點 這個其實數據還不 還不合理 因為他那時候還曾經衝到10萬 發狂的亂搞 那當初是傳出什麼青山的中國大陸有 有一個大廠被軋空 滿手的一個多然後去放空被軋 但是呢那個其實是 奇怪的一個事件 那不合理的一個事件我們不予置評 但是呢我們現在回過頭來 回過頭來什麼 這段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最近的一個國際的涅價 這一波也是急速的一個修正 雖然稍微最近跌升之後稍微有一些反彈 但是你會發現他的走勢狀況跟銅其實有點類似 修正一波都是集體 修正一波都是集體 所以這邊要特別要注意就是說 而且這個跌勢其實就是過去很多年 大概這兩三年來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跌勢 所以其實這個都反映出來什麼 反映出來其實美國在收回熱錢 透過收錶跟升級的一個手段 收回熱錢他其實是有正面幫助的 已經開始在一些原物料的一個市場 我們已經開始慢慢看到成果 那如果說接下來我們要先下第一個重要的結論 就是說如果說這些原物料的價格 甚至到大家最近也很關心的糧食價格 那糧食的價格本身受到俄國師跟烏克蘭 這個戰事沒辦法運出來戰爭的一個影響 沒辦法運出出口的一個影響 那是比較特殊的一個現象 但是呢在其他可以合理正常生產的一些原物料的一個價格 都已經陸續下來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觀察6月升級之後呢 如果涅價還是維持在低檔甚至進一步下跌 然後銅價也在進一步下跌 然後油價也開始由高檔開始轉落下來 美國的確9月份有可能暫停升級 以配合他們接下來要進入耶誕節的傳統旺季 或者是感恩節之前的傳統消費旺季 來去爭取拜登本身的其中選舉的一個 相關倒派的一個支持度 所以 從這個角度來看 的確美國他有可能 在9月份 暫停升級 只要接下來6月7月 的一個抑制通膨的效果開始有出現 稍微暫停一下 無相打壓 這個其實就對台股來說他有正面的幫助 當然我們持續要觀察 所以我們今天藉由這個角度 先談第一個結論 美國的確9月份有可能暫停升級 但是前提是 油價要開始受到抑制 然後銅價 銅價跌升之後 彈上來再往下跌 這持續觀察 滅價也是一樣 好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投資朋友都很關心的 老師那這次的大盤反彈 這一波的大盤反彈 要怎麼看 基本上在上個禮拜你有聽阿翔老師的廣播節目 都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先前在這個位這幾天的時候你有看我的節目當中我就說了這要反彈 然後上個禮拜 廣播節目講了一整個禮拜我說這叫一黑一紅的區間震盪盤 所以你會發現一黑一紅一黑兩黑又紅 再一黑然後紅紅 邏輯是這樣子 那等於是區間震盪整理過後又往上去做突破 那這邊突破有一個重點 當然基本上是看到上看季線的一個目標價 那季線目前落在16800多點 月線是已經過了 而且今天拉到這樣子的位置 他已經拉到月線扣底值的扣底低 那月線扣底低的情況之下 所以接下來你看這個月線其實開始慢慢接下來會走平開始往上翻搖 月線下彎叫做所謂的短空 月線上揚叫做多 短多 季線下彎年線下彎這個叫中長空 對不對 所以先由短空開始翻成短多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談幾個重點 第一個部分 季線的部分目標是朝這樣看 但是如果在這一兩天 假設明天後天快速的拉到 因為明天有MHCI生效的一個因素 有可能法人外資會特別利用那樣的生效因素再繼續故意再往上拉 太快拉到季線又會構成什麼 短線距離月線以及五日線十日線的短線正乖離太大 所以指數拉得太快不要亂追 但是如果說稍微震盪整理個幾天 等到月線開始慢慢彎上來再往上攻就很漂亮 但是這裡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基本上就是選擇股票去做多 因為跌三股他會輪流反彈 好那我們再往下看 先前有聽阿翔老師廣播節目的好朋友呢 我們一直有談到一個重點 這也是上一次我在非凡商業週刊當中有特別寫到的 在五月中的時候有特別寫到的 反彈的急先鋒其中一個族群我們透過籌碼來觀察 他會落到了矽晶圓身上 你可以去看五月中的非凡商業週刊 你看阿翔老師那時候有撰稿 那時候是 這個 他們騎我寫的相關的一個 特別的一個專欄 那6488的環球巾 我們這個做了兩個波段 第一次520做到時候573 然後第二次是在上禮拜壓回的時候去第一階 又拉上來 來到這個位置不要再追環球巾 為什麼 因為他來到季線附近 他這個叫做反彈急先鋒 短線上已經搭的比較高 明天後期還會再一個 但是呢 我不認為季線會一致過 所以我有可能隨時就會下車 那你可能聽到這邊你會想說 老師那矽晶圓已經攻上來了 那不要去追了那還有什麼可以做 不是就這些嗎 這些都可以留意啊 散熱啊 連接器啊 PCB啊 然後這邊我還沒有講到 你也知道最近的下滑 當然不利不鏽鋼 正常中的合理 那比較有利的是什麼 車式房式 這 沒有到這麼有利啊 但是會有比之前的壓力 有好多 但是 這邊我特別寫了一個合金 很多人他搞不清楚 就是說不鏽鋼 的成本很主要是來自於這個所謂的 這個 鎳 那當然專門生產 不鏽鋼的這些產業 他會去調漲報價 會有調降報價 所以你看到什麼大成鋼 東鋼 中鋼 張元 允牆 這些 他的報價 漲跌都跟不鏽鋼 鎳駕是有關係的 但是這合金又不太一樣 合金是 包含了特殊鋼材 然後再 再加上一些隔 或者是一些 來加強他的一個硬度 這太細了 沒辦法不再細講 所以在合金的部分你可以留意是這樣子的方向 反而逆價下跌反而對他們來說是有利的 因為 對他們來說他們靠的不是像什麼鋼鐵族群一樣 是靠著原物料 上漲的一個 庫存利差來賺錢 他們不是 這個像龍鋼為什麼相對來說就會比較強 就是這個原因 像自行車也包含了很多的 金屬的部分 這個其實你要去思考一下 細節不再講 回過頭來拉重點 最後的重點 來 給各位總結 反彈 反彈的一個 目前的格局就是一個反彈 那當然目標先看季線 那先看季線你要 幾個重點 我剛剛前面有講到 太快到假設明天 很快就拉到 你可能有賺錢的先 下車 下車一趟 落袋圍 因為太快拉到 短線正觀率會偏到 加上明天是收盤 MLCI5月份季度的生效 最好的走法是整理幾天再往上拉過去 碰到就很漂亮 反而再攻的機會就大 了解這個意思 反正基本上的目標就是反彈格局先看季線 我們一步一步來 那當然在個股的結構當中會有落後反彈跟領先反彈 領先反彈的族群就剛剛我們前面之前廣播一直在講的 細節人他叫做領先反彈的族群 所以我會帶會員朋友先做的原因也在這邊 那跌身反彈以短波段為主 我這邊稍微解釋一下短波段 我的用詞 邏輯不太一樣 我不像其他很多的財經專家或者是同工老師都隨便跟你亂講 短打跟短波段對我的邏輯來說不一樣 短打是以當衝隔日衝 這種很短的一個角度一兩天操作賺錢就跑 那短波段是可能三天以上 這個邏輯 幅度空間持有的時間 預估上漲的空間都會比前面一波反彈更大一些 我想先前我就說過前面在5月10幾號的時候 搶跌身反彈第一個短波 短打 那後面這一次你可以稍微留長一點 上漲空間拉大一點 所以我說用詞 跟先前的短打稍微不太一樣 我說叫做短波段 稍微跟各位解釋一下 短晶圓第三代半導體 那當然我們以重點來說 網通前面有講過 然後全球解封受惠的航太 前面股票都帶過了 我先最後的時間我帶兩檔股票 大家自己猜一下 第一檔是 中間有一個二 四個數字當中 第二個數字是二 第二檔 第二個數字也是二 好 第一檔股票呢 兩年很大的一個禮物 打入美國電動車充電站的一個龍頭 美國電動車的一個充電站到去年底為止 大約是全美國大約是8萬多座 然後先前拜登在基礎建設的一個基建方案當中也公佈了 美國充電站 全美充電站要至少要再新增50萬座 之前才8萬多座要再新增50萬座 對於這一檔中第二個數字是二的股票 打了兩年的大的底部這個是非常有利 想一下是什麼股票 我已經在提示你 就像之前清明節前我在提示你 101塊保齡戶錦意思是一樣的 我們做到157 所有會員朋友101做到157的保齡戶錦我們賺了50幾% 只要你是我的會員 我曾志祥的會員都有做到保齡戶錦 好 給你提示你自己去猜一下 猜不到你就跟上阿翔老師的腳步 或者是加入我的Lite 第二檔股票我怕他稱之為超值的股票 也是車用的概念 而且這檔股票 我認為他會像矽晶雲一樣開始有法人要進來自救 為什麼第二個數字第二檔第二個數字也是二的這檔股票呢 法人為什麼要來自救 而且我說為什麼他很超值 因為他先前股價從高檔跌下來跌到腰斬 跌到腰斬 跌到腰斬之後呢 重買也洗了一輪 洗了好幾遍了 不止洗一輪 洗了好幾遍之後 而且像這樣子的公司我常常在講 未來確定成長股價現在下跌 下去減 對不對因為那個叫做價值的提高 如果你未來確定衰退股價現在下跌只是剛好而已嘛 邏輯要清楚 所以我說這第二檔股票叫超值的車用股 因為他今年EPS上看6塊錢股價現在40幾塊錢 法人又要來自救你說這種股票為什麼法人不自救 你說這種股票為什麼法人不去買 邏輯是這樣子 當然他也有新有法人預估他明年會看到8塊 為什麼因為明年會有新的廠房殘人要進來 那當然這是法人的預估 明年會看到8塊我們先暫時不估到明年8塊因為那個 看的比較遠 那法人看的比較遠我們就不予置評 但是重點我們比較 阿翔老師比較實事求是的一個人 今年上看到6塊的EPS我認為機會很大 那現在股價才40幾塊我們這時候就會去思考 你今天他是電動車成長的一個未來產業 搭上這樣子的熱潮之後 你本一筆合理預估回到10倍 那是一個合理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現在40幾塊我認為他叫做超值的一個股票 股價超跌所以他超值 猜到了沒有 還沒有猜到的好朋友歡迎跟著我們現在端午節的特別優惠活動 包仲168 讓阿翔老師來帶你複製 先前我們4月份賺 101塊到157塊的保齡附警的成功模式 包仲168 端午節的特別優惠活動 那想要知道詳細的優惠內容的話請來電 到我們公司 02-2392-3988 02-2392-3988 打電話進來來找阿翔老師的包仲168 特別優惠活動來諮詢 感謝各位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我們改天再見 謝謝 本公司以往節期效不保障未來獲利 切以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件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限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周刊頻道 18位專家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到晚上10點 每30分就有一檔最新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 就是你 20番 самого 2分 Item 1991 20番 20番 handling 20番